《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山山來賜》的節目 今天又是我Christine和方國山 和大家主持 大家輕談淺著 談談時事的話題 或者討論民生的節目 我身邊再次邀請專業動力的青年幹事 林志遠Kenneth和大家分享 謝謝Kenneth 我們今天主要的話題 我想有兩大女兒 都是跟房間有關 房間或者房屋有關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都熱烘烘的話題 就是關於村屋的 跟房間當然住屋的有關 我們的重點希望是環保村屋的 而另一個話題就是 都是房間 產房和醫院 產房和現在 我想初生嬰兒特別香港 現在面對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 我們就著這兩個大議題 今天就集中在這兩邊說 先跟Kenneth談談 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你也知道我們有一個叫做專業動力 再加上我們早前討論了一個環保村屋的議題 其實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動機 其實我想你也有份參與 也跟我們一起有份開會 或者由你去講解給我們的網友 為甚麼會這麼關注環保村屋 其實我想以專業動力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想由一些小的開始 引述我們環保村屋的總負責 黃工程師來講 其實為甚麼會以村屋來做的單位 就很明顯是可以比較容易控制 從而可以慢慢地擴展到 在一些整座的大廈 甚至是企業的大廈 最重要的是企業的大廈 因為他們其實一幢樓是在用很多能力 尤其是香港可能七成的用電量 甚至更多都是在這些大廈裡面 所以整個發展就是這樣去 而講環保村屋當然是不得不提的 為甚麼環保 就是一個主意 為甚麼環保 看看從怎樣綠化開始 可能比較多的說得到 外國也有的就是一些天台綠化 還有紅樓屋 還有一些極樓的綠化 垂直的綠化 還有我們天頂的綠化 其實都漂亮的 我們之前有收集了這些資料 不過今天就在下次補給大家看 無論如剛才Kennep說 在天台綠樓屋或極樓屋 兩方面的綠化 其實很簡單 好像攀山虎 是攀山虎 攀山虎 爬下爬下爬下 其實他們的求生育和繁殖 都很強勁 本身也很強勁 這是其一 第二 最重要是 當綠化之後 可以令到牆身的溫度下降 然後令到太陽能的熱力 不會直接透過石屎 或者牆身滲入間屋 然後令到我們室內溫度 是得以調低的 變成了 其實這就是其中一個 用一些植物去隔熱 而導致我們可以截省能源的一個方法 但是除了Green Roofing之外 還有甚麼項目 在我們那次專業動力 環保村屋的議題有提及的呢 Kennep 有的就是 當然是除了 蓋上外屋的植物之外 亦都可以用太陽能電板 乾淨的能源 乾淨 沒錯 因為其實 一來你要省之餘 還要自己可以做到 自己能夠維持能力 可能就會更加好 不需要靠外來的電網 自給自足 你說到電網 我就要問了 其實我理解到 你用太陽能 其實某程度上 透過太陽能板 PV panel 收集了太陽能之後 其實如果要儲蓄也要電網 其實太陽能最大的問題 沒錯 太陽能最大的問題 真的擺在儲存的方面 就是最重要的 當然 不乏一定要用一些電池 而那個就 需要看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 去到哪個程度 但其實現在暫時來說 都挺好的 現在有些新開發的電池 其實儲存電量 分分鐘可能是比現在的現有的 可能我們經常說的李利子 其實高很多倍 即是我們手機用的 沒錯 不過我相信 逐步逐步來 我想與時並進 你看看我們的手機 曾經的大哥大 鬼死那麼大 電量重到幾磅 拿著保力球 現在到今時今日 我們可以這麼輕的 即是說是幾十個什麼 什麼mg 即是類似 幾十個g 幾十個g 只是十多g 我曾經拿過最小最小 你知道女生最喜歡 輕越輕越輕的電話 你看到電池 在手機的演變 都這麼成功 我相信 在未來太陽能 接收大的電池 無論是鋰電 或者某些大的電網 我相信都可以與時並進去改善 剛才Kenneth你講的 太陽能 我知道很多村屋上 其實他都會用太陽能 去做熱水器 用來發電 煮食 我想弱點 但起碼洗澡 其實都會節省很多能源 第二就是燈 即是我們的 無論光管 LED燈 或者一些節省電膽 我想這件事都會 我粗略計算過 曾經有一個數字 當然LED燈已經是 可以已經節省到七成的電力 可能甚至更多 比傳統烏斯燈燈 可能 因為它本身發電的原理不同 其實原意的東西不是發熱 因為烏斯燈燈是發光又發熱 但LED那一隻 其實是不會發熱的 所以又可以 不用令室內溫度提升 沒錯 所以其實本身 你說本身不熱 其實都可能已經差很遠 當然 同意 如果再生能源 即是乾淨的能源 包括太陽能 如果真的好好使用 如果在環保村屋的屋身上 當年在用光機板 去吸納了能源 後轉化為日常生活 自給自足的電力 後 變成電費就省了 沒錯 但有個可能經常遇到的問題 現在普遍太陽能 它們不是用電板 它們不是叫電板 它們只是拿去補熱水 因為那個是更加讓市民可以接收到 馬上有 但有時電池 其實電池是一個問題 不過一步一步來 最可以直接的先製造熱水器都可以 其實我自己在西貢大 看到很多村屋頂 其實很多外籍人士 以至到本土的香港人 他們都很聰明 其實香港電也挺貴的 譬如現在中華電力 不要計港燈 港燈更貴 兩大集團已經是壟斷了 如果你在九龍和新界住 你是否欠它 你根本是欠它 即是你一定要交錢給中電 現在中電 若莫是一元一度電 一元一度電 如果你節省到一定電池數 其實真的節省到在荷包上 其實都幾贏 因為我知道中電電力公司 其實他們某程度上 現在都發展著 希望有一些智能的電網 令到他們亦都想遊說 市民能夠分階段用電 令到他們的發電機 發電廠的負荷量不需要那麼大 你知道現在我們這些包生仔包賺錢的一些和政府簽下的合約 即是它的盈利是可以包9.9的 即是一簽下的 但如果你一要投放資產 譬如舉個例 早前好像說 這個風力發電 在我們青水灣牛尾海 製作78支的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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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安裝 差不多一支是一億 即是78億 那這78億 原來息數是放回我們的電費單 還未計算維修成本 是的 還未隨時一個大風 或者一個龍捲風 你不可以說香港一定沒有 即是有時風力的時候 即是打氣風上來 一隻打爛就一億 你真是挺耐心 還有他還會說 我們專家 我們有些專家在專業動力 亦都說過 當這些Winter Bay 如果做一齊有一個磁場 會令到在海域附近的魚類生態 以至珊瑚的一些生長都會改變了 令到很多不正常的生態會發生 包括可能珊瑚裡面的一些魚類就會走 因為它有些低頻率 對照變 sphafidebush 會否有些聲音 都會對其他非人類的物質 都會變種 所以如果這種再生能源 可能亦都要考慮整體的投資 要講回電力面 我們怎樣去省到我們自己的能源 如果你說一元一度電 其實對市民來說都是一個負擔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 其實你發電在一個大的電廠裏面 其實是在用燒煤 如果煤氣是石老油 很多你想做能源的時候 其實是用煤釋放出來的營氧化攤 其實都很髒的 你讀攝影機的 其實認真說 大的發電廠發電出來的效率必然會高一些 為甚麼內地有 可能中央政府也會蓋一些比較小型的發電廠 其實他們真的比一些大型的發電廠 製造更加多的會員物 所以你說大的發電廠其實有個好處 它的效率高一些 相對來說它可以控制到環保的問題 其實會好做的 好過我們可能獨立地發電 但是你說再長遠一點來看的時候 當然當然是自己的維持能力最好 但是其實說回環保的孫瀉 其實真的隔了一些減少用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已經是可以很重要的 沒錯我同意 就是說我們無論是飲飲食食 適慳地球的資源 這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石路油好 我們的煤礦好 其實都是拿命搏的 現在我們核電整體 希望盡量減少 現在其實核電在我們香港 總體能源的效益是佔三分之一的 佔了我們的發電的比例是有三分之一 其實你說怎樣去全面減少 其實都要大家好相腦筋 而現在整體呢 大家只會繼續買多些電子熱器 不論iPad、iPhone、Bakberry什麼都好 就算網友、朋友都好 你在未來的日子 你的六千元怎樣用呢 除了旅行之外 你會不會買多一些電子產品呢 我想都不少的朋友 會考慮這幾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會用電的電量 會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的生活 當然不是大家要回到石器時代 但是是否應該要懂得去愛惜一下我們這次 我想這也很重要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用核電發電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需求 需求和需要有些不同 需要而已 沒錯 其實說真的那句 不是真的需要 對 不是需要是需要 所以其實認真說那句 你吃得咸魚抵得渴 有時你用核電就要預計了什麼風險 對 沒錯 所以你要用那麼多 那就必然是有風險在那裡 所以其實你說我們想想怎樣減 減就可以用少一些 可以用一些適合的資料 因為我們知道太陽能風力那些 都是一些不太穩定的能源 所以我們要留意到整個情況 所以減和開拓新的方法 也是兩條腿走路 Kenneth 你說減和擴闊 就是選擇多一些不同的結淨能源 或者再生能源其實都很重要 除了剛才說的幾件事 有一件事我覺得 其實香港政府就是很浪費的 其實我們現在沼氣在堆填區裏面 就有大量的能源是光燒的 日日在我住在日出康城的區域 近這個堆填區附近 就有很大的煙通 經常看著那些me-frame噴出來 那些叫CH4 沼氣 沼氣噴出來之後 最後你就用來要 好像要被燒掉它 燒掉它 其實真的很浪費 不單止浪費 加上它的熱度效應 令到我們周邊的環境 好像開著幾個BBQ爐一樣 一起燒 令到整個區域的溫度 都會增加提升 即是不需要拿來衰 所以我覺得政府 你總是需要當機立斷 在政策上 假設跟某些機構談不妥數 就來下去只有那幾個 不是煤氣是終點 即是如果他們不談得到 你不如自己自發 即是這裡就算有涉聽風雲也好 有監聽風雲也好 麻煩你了環保局 即是趕快用了它 甚至說我不相信 以我們大家都是希望 和熱愛在環保局的角度去看 如果政府說帶頭 既然談不妥了 私人企業沒有興趣搞了 如果有個方案是政府帶頭 就說不如由政府去發展 將這些能源發展成一些 例如提供石油氣 給一些小白 或是直接用來發電都可以 是的 但不如這樣 因為它的煤氣管 它真的要收集 如果你說發電當然可以 例如舉個例 你說得很對的 在我們日出康城附近 有個第一期堆填區復收的地方 現在將會有九個小型 或者不是小型 九個足球場 訓練足球中心 如果他們亦都會是一個 Eco life的一個 village 即是自己用一些煤氣 用來做發電 現在有幾間大學 以及一些機構 或者建築師 已經有這樣的計劃 你說得對 不過是一個小型 如果我們將這些能源發展在一些 體育項目上 或者一些相關的 一些需要能源的地方 我覺得可行 另一方面 賣出來 例如我舉個例 如果你變成一種能源 是給汽車的人 譬如它是我們發動的 類似一些 Hybrid的兩種 或者石油氣的小巴 譬如我當10元一公升 如果我進來這麼遠 我九個半便便宜些 我覺得對社會都有貢獻 如果你們 Kenneth你九十後 不是九十後 八十後 八十後 你怎樣看 你會否反對政府 其實我覺得整個 環保政策在香港 缺乏了魄力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環保的事情 要霸王硬上攻 因為很多時候 私人企業和其他企業 其實不傾向自己做 因為不賺錢 其實不是不賺錢的 在短期之下不賺錢 但長遠來說 必然一定有個很好的賺錢 亦都是可以拿到一些 自己可以省錢之餘 亦都可以開發到一些新的東西 但其實很多時候 香港都很強要即食 沒有辦法 所以很多時候 就不傾向會有這樣的 企業不傾向會有這樣的方向去做 所以我便說 如果是政府在一些特殊的環境 譬如現在談了幾年 拖著拖著 但問題是 那些沼氣一直會流失 用而已 斬燒出去 我覺得這件事簡直是失禮 全香港有亞洲大都會 在最後就將一些 我想去到西藏、新疆、烏魯木齊 其他所有這些比較大草原的地方 他們哪有這麼多能源 其實他們都是用太陽涼 亦都用很多用沼氣的 那些牛羊、放牛放羊那些 大小異變全部在地底 然後等它慢慢溫藥 出來的那些已經是正的 其實你很好 當然大陸是很誇張的 即國內試過 我知道有些沼氣 或者甚至用一些能源 它直接是用過膠袋 都可以運送的 即大陸真是無奇不有 但當然他們真是拿 人命不在太 那些人 是的 這個教育真是佩服 不過但他們真是做到 起碼他們真的 家家戶很多在一些大草原的地方 他們真的要用這個沼氣 作為一個再生能源 而去做到 亦都是很順應大自然的這方面 沒錯 是 為何不做 我想問回 如果是基於這樣 你說八王眼上工 多數這些環保的項目 都是要去積極和有些破格 請問八十後 知不支持政府這樣做 你說現在 我必然你剛才說的一定會支持 你說你支持 當然我希望更多八十後會支持 如果 我又這樣說 我們反對政府很多項目 覺得他們做得慢 如果假設 政府你聽到 我幫你反對八十後 我幫你示威 反對八十後 阻礙我們去改善環保政策 所以我覺得 政府聽到 其實這些應該要立乾見影 即刻做 那些好的政策 其實沒有甚麼人會反對 說真的一句 有蛇自然香的必然 其實也是 你不單止說 短期的效益 不是完全是即食的問題 而是長遠 你也可以減少污染的問題 你會節省很多 在市區空氣質素指數 這些已經有所大大改善 例如環保村屋 其實也要長期的效果 對 其實環保村屋 剛才我們說 其實如果將一些 不過我想這個莊染 這個沼氣 這些氣體 如果要放在環保村屋的項目 你一定要有適量的地方 亦都引申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要做 例如涉及早前 很多都說村屋的天頂 有些曬棚會令到質疑 究竟這些是否潛建項目 但是過去為何 我們反思就是一件事 過去新界原居民 為何他們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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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地告訴市民 哪類型是可以做到環保和適宜的生活 令到他們更加配合 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其實我自己有個想法 當然我們現在說的環保村 我只是一間獨立的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現在我們先走這一步 但是其實長遠一點來看 或者有些項目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是可以聯合幾間屋一起做的 譬如可能我們會有 好像剛才所說 我們說沼氣的問題 其實可能我們有個法分次 區域性的沼氣 未至於這麼高 可能只是幾間屋 連村來計算而已 可能聯合在一起 他們可以收集到 然後再可能有些方法可以 做到一些發電 或者可能煲到熱水 可以直接燒到煮飯吃 那些其實聯村一起做 效益會更大 其實Kenneth你說這個想法是很好的 即是聯合幾間村屋去做 那個效益 即是等於我們都有一些叫做 LPG gas 即是我們的石油氣 其實有些村屋 以前是一間村屋自己買一桶石油氣 但合及後 即是有些同村兄弟 他們自己發展一起建村屋的時候 他們都會集役成求 即是將一個地方安全些 做好一個好似E&M的範圍 就有一個石屋箱 全部放進去 安安全全 你知擺回十個八個石油氣瓶 都有一定的危險 你集合了之後 就將它聯合駁出去 大家一起分享那些費用 其實又不用經常改善 對石油氣公司來說 即是它的工資方面壓力更高 對 沒錯 所以剛才你說 譬如氣體供應 如果用那個沼氣 大家集中去安排 這個也是做得到的 對 其實也不難做 說真的一句 我想你可能解回數 你一定會逐間逐間做 價值會更低 所以其實很多方向可以走 但只是在 政府 對 肯不肯去做 不單止是這方面 即環保村屋其實也都在另一角度 除了你說能源方面之外 譬如廢物回收方面 其實廢物回收方面 如果是做得好的 其實可以令到環保村屋更加徹底 包括可能是再用水 Gray water Gray water plant 譬如收集雨水 去我們的尾井 或者我們做一個儲水缸 然後用來做淋花 或者譬如我曾經去過 洗地 洗車 那種做法都有 甚至Green roofing 那時候 看到有時候 我見到有些在夏天最炎月的時候 他們下午是會灑水 灑水的 你會否降溫 其實是很有用的 就是雨水而已 不過這樣 最重要是儲存得好 否則就養蚊 你一定要全監測 否則你又有什麼蚊的 或者產卵之數 又會提升 其實有時候 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Green roofing 或者用Solar panel 其實不需要再灑水 用了那兩件事 因為其實你裝了太陽能填板之後 底下的溫度是可以低得很厲害 完全是可以令到你家屋又用少了很多電 冷氣都不用開這麼多 甚至可以不用開電 以前我聽到Dr. Jim 尖志勇博士說 我們自己也有衡量過 大致隔熱在最高的熱度的時候 你下午中午曬日照很厲害 到晚上回來 如果你有Green roofing 溫度是相差6至7度 沒錯 6至7度都幾乎 如果你說30多度 就等於我們秋天那樣20多度 20度 可能真的26度 25度 可能26度 甚至28度已經 開發風扇罩就夠了 沒錯 還不省電嗎 欺負你的荷包 在環保村屋和環保議題上 其實真的有時間說 我們今天帶留了相關資料給你 但下次可以補回 另一方面 不如講第二個話題 都是房 不過是產房 好嗎 Kenneth早前醫管局周日樂 早前又說 醫護人手短缺 他說不是各自我們的將軍道產房 不過他就說 起就照起 不過人手短缺 到時看容不容 其實跟各自有甚麼分別 即是用了20億 我覺得就很不公道 因為與此同時 大量的內地的 即是港人內地的太太 他們也都需要 即是貴地求求 愛求能夠可以在香港本土 即是生一個嬰兒出來 這個情況你自己怎樣看 你看見這麼多 即是遠勝在道 有些人要衝關 衝關 衝襲 其實就不應該 很多時現在我們說的 就是 即是港人 他的妻子 在內地的細節 就下來好像梁振英 那樣要排兩條隊 6千人 6千人 排不排得到 排兩條隊 但如果香港人的太太 即是男士 他的太太不是內地人 他們就可以排另一條隊 似乎就不太公平 如果他 要是 我自己很直接 你做公平 一定是同一條隊 或者你直接把所有東西都切 分開做兩條隊 要是 香港人 香港人的孕婦 要是 香港人的男士 但他的太太是外地的 或者是外國的 另外一條隊 這樣才不會引起爭議 否則 政府似乎有些亂來 很多時也不令人信服 我自己有明白 理解到你的感受 我首先是很同情 現在港人內地孕婦那個 苦處 因為有時可能他 都不是說生第一個 兩頭走 再攪一攪一攪 家都散了 你又要照顧老公 偶爾就拿90天下來 探望老公 持雙情證 一直捱到 等他排隊 可以申請到太太 下來和他居住 這個背景 我們是很諒解的 亦都理解到 你拆散人家的家庭 其實如果 亦都會有機會 演變到 令到家庭有磨擦 但是 我前天看到 一個節目叫當年今日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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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多日 當年十一年前 話說 那時香港政府 都面對一些 類似港人外地孕婦 他們爭取居港權權的權益 問題就是 香港政府搞不定 差不多就叫拿個黨戰牌出來 總之這群人 因爲你是中國人 他就麻煩你找回中國政府去批 是 搞到海關又沒有執法 宋譽緊 又或者令到在國內 當權去批誰 給得下來的時候 又衍生到一定適量的貪污 這個問題就會自然衍生 你自己不去管 我免得了 因為我越權 一國兩制 香港人就不搞了 如果那些內地同胞 拜託就跟回中國內地政府去批 負責審批 這個做法 就變相是把利益輸送給他們 真是很可惜 但這就是當年今天發生的事 所以大家要明白歷史背景 就不是周一樂 他能否說到事 所以你說得很對 Kenneth其實就分開了 為何搞到 就是如果你是金毛的 金法的 你是照正常的 等如我們去美國 如果我們是華人 你去美國 你見到你跟美國人結婚 自然你生的寶寶就馬上入籍 你亦都很快可以唱國歌 但當然他應該不會不讓入境 當然你可以留待 但那個情況 他不讓你 等到你 當然所有的成本 可能你的醫療費用會貴 你當作一個外國人去生 但要你可以唱國歌 都要坐足幾年 坐足他指定的年數 但你說是否不讓 在美國內地 在陸地去生育生育 我又覺得他不是這樣做 不過甚麼都比較貴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說不通 正如我們 我還記得 我們大概好像2005年的時候 都訂立了39,000多 生個嬰兒 即是這類型 反而現在慘了 正值的生嬰兒潮 再加上很多內地同胞 他兩者 無論是父母 父母和母母 都不是香港人 但他們是給得起錢 亦都理解到 我們甚麼終審法院 下了一個規定 只要那個嬰兒在香港出生 他始終都可以拿到身份證 變了就拿了 其實都要強搶我們香港福利 我覺得 這件事不單只是這樣 還要是他們會 因為國內的一孩一政策 亦都是令到他們在國內 又可以仍然得到 某一定的福利 所以兩者 在這麼優惠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是很著數的 所以我就想一下 在這個源頭的管制 和控制方面 是需要大力海關 那方面要做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都要中央那邊 看下怎樣配合 但是你說香港自己 本身怎樣做得好些 必然不能說的 一定是醫護人員那邊 加強志願去做 因為其實 H.A.自從 應該是胡錠旭上台之後 很多時候強調 就要開完又折樓 但是其實供應醫療系統 就不太可能折樓 而你只有不斷加下去 但是當然我們要有更好的管理 而不是很盲目的一些很高的政策 但是下面做是怎樣又有另一回事 或者管理 將多個兵 管理人也多 但是下面做事人也少 沒錯 所以其實醫護人員那邊 是真的需要你給多些資源 一來他們本身 就是我自己有個朋友 他也是剛好 就是入了負產科做Houseman 就是出去實習 整間醫院 是廣華醫院 整間醫院只有四個 四天通電一次 好像我以前拍劇集那樣 很辛苦 其實都不是一件意思 所以一句說到尾 就是前線的醫療人員 必然要加人手 正如我說 如果今天將關道醫院的產房 還要擱置 你今天承諾三年後的事 你今天也不用心 去招聘多些人手 你怎樣可以確保你三年後更加有機會 如果你說今天也不做 你三年後一定不行 但如果你今天給機會 他說 有你慢慢去招聘 三年後包你一定不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政府當機立斷 我都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當年警方 亦都是如是者 在警隊的人手短缺的時候 你應該要改善 令到警方的形象是好 包括前途 幾年前警方的人手短缺 現在亦都是大大改善了 你現在相比醫療界的管理階層 包括醫管局或者衛生署 其實真的值得投放更多資源 幫幫助我們香港人 因為其實香港已經這麼大壓力 如果醫療 房屋 我們都不解決好 是吧 生債是一個基本的人權 所以 州局長應該要當機立斷 快點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又在下星期之後 再和大家聊天 好嗎 多謝 Kenneth 多謝你 幫助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錯誤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